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它的做法是这样子 例如说在这个资料表里面有2012 2013 2014有很多很多资料表 好 那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把档案关掉重新再打开 对不起 这个连线 这个连线我一定要连到原本的资料 因为这等一下也是要教你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快速存取下载 不好意思 我先恢复变成这个连接才对 好 光是等一下那个数据档案的管理 这牵涉到很重要的资讯安全 是不会就算你去请原厂老师来教你 他都不会跟你讲这些的 好 那我现在要跟各位讲说 我刚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编辑 好 总共有2012年到2020年的资料都放进来了 好 我重新再一次的就是说做一下给你看 这是本来我只有2012年吗 确定 本来我只有2012年的资料在这里面 好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本来只有2012年 然后重新整理 因为后来我最后做了一次这件事 所以改成第一列 好 那我改成用那个 他原本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栏位名称 然后接下来你去看一下 在我的这张表格里面 这张表格里面 我只好重新再把一些栏位再拉回去 因为他现在栏位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动了 所以这个业者名称放来这边 然后业者名称放来这个地方做筛选 好 这是刚刚做好的情形 可是可是我是不是告诉各位说这个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麻烦请注意一下 我们不可能只有2012年 所以我们还要有很多年 有2013 2014一直到20 例如说20 好 那我就可以从2013年 然后到Shift键按住 点选到2020年 拖曳进来 拖曳到这里面 放开 这样我们就有2012 2013 2014 一直到2020 确定 请你千万不要像我刚刚这样拖进来 然后又删掉什么 反正就是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这样子你去看这个地方 他就自动帮你画完了 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 让各位去了解 感谢观看